你只要基本上你用这种盆 你只要拿捏住这个水位就妥了 那我手里面拿的是一些懒人盆 这个视频可能有点脏 就是我人民是在这个大棚里面 没有什么覆盖措施 大家看到很多灰 这个不要嘲笑我 这个没办法 我都不嫌张 上手给你操作了 今天讲一讲这种盆 给大家讲一讲 很多的话 老师用这种盆 养花养不好养不活 一个是水位的把控 水位的把控 你要注意 这个水位不要超过这个盆底 用这种盆的一个主要目的 他给他起了个名 美其名曰兰的盆 有些个花养就给他用错了 其实这个水位 不要接触到这个摆设的 尽量要在以下 然后他会给我们一条绳子 给我们一条绳子 我不建议大家去用这个绳子 除非你用的是沙土 用的是特别不保水的那种土 你可以把这个绳子 加到水里面 让它往上吸水 因为这个绳子 它是代替根系 帮忙往上吸水的 它会让根系 导致一个退化 您可以不用 然后咱们加水的时候 水位稍微控制一下 尽量的维持在下面一点点 为了让水的颜色更明显 我正好洗洗 我换涂的脏手 好吧 给大家把水再倒出来一点 来 就是差不多这种感觉了 差不多隔开半厘米 或者1厘米左右 这样的话 有那种水蒸气 它能够蒸发的那种水气 让植物的根系 慢慢的去往下生长 等到植物的根系 从白盆里面涨到水里面之后 这个盆才是正儿吧 已经开始发挥它作用的时候 下面有水 上面盆土里面可以略干一些 但是大家也可以经常的去浇水 一定要把持这个水位 你千万不要超过这个临界点 这样的话才是这个画盆的正确用法 很多的画盆就是用的水比较多 结果导致这个水 这个根系时间一长以后 就开始烂掉 有的画盆理解不了 我总是跟画盆说干了就浇 不干就不浇 干湿循环 很多的画盆说 我用这种懒的盆子 我怎么办 那就这么简单了 你就把这个水位稍微拿捏一下 不就好了吗 它根系长下去了 就不用你管了 基本上 盆土里面干了你就浇 水位一直把持这么高 别让它超过上面 用肥料的话 尽量的用到这个盆里面 还是用到土里面 人家说我可以往水里面加吗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比例 一般像花多的那种 或者说营养液那种 一般都是一两千倍的一个稀释比例 水里面可以有营养 人家说可以养鱼吗 可以 鱼活不久 好吧 简单的一盖它就行了 懒人盆其实不是说不能用 他说这个能把花都都融解稀释 这个基本上不用 它自己把根长下去 用自己的根明白了吗 不用别的媒介 这不是问题 你只要 你只要 基本上一用这个盆 你只要拿捏住这个水位 就妥了 上面我一吃干了 就浇 不干不浇 这个盆里面 它盆里面不都有土吗 一般 下面你的水位 让它蒸 就完了 难吗 就说了一大片 其实就总结一句话 水位不要太高 就妥妥的 毛线可以尽量不用 这个线尽量不要用 好吧 我老花一 眼花俱转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着 来了